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开门 好的 夫人 主持人 楚楚一定会喜欢 您真的同意我和恩恩结婚吗 我这几天想通了 既然你们真心相爱 我也不能棒打鸳鸯 只要你对我们家恩恩好 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 等恩恩洗完澡下来 我们就商量下结婚细节 我发誓 我一定会对恩恩好的 来 先喝杯茶 这是昨天刚倒的新茶 我亲手泡的 好 妈 程车哥 蓝山 你坐这边吧 我姐呢 她在洗澡 等一会儿啊 程车哥 你也等姐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湿了 我就拿毛巾 你这衣服都湿了 珊珊 你去恩恩房间拿一套衣服换上 这件让他们给你洗洗 快去吧 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儿 我上来借你件衣服 珊珊 床上那条裙子你拿去穿吧 刚洗过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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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延迟 好 掊脚啊 尼尔 �尼 期末尼 称职哥 你没事吧 妈呢 是珊珊啊 妈说有点事出去一下 你没事吧 称职哥 你们俩在干什么 韩城池 你混蛋 你听我说 猫猫 你别叫我妈 我没用你这样的儿媳妇 称职哥 盛世哥 二十你给我站住 你爸刚回国 这件事他如果知道 妈 有什么话回老宅再说吧 这儿这么多人哪 说话也不方便 楚楚再怎么说 她也是我老婆 我不能让她丢人 还有你 我不想跟你多说一句废话 我的女人就算犯了天大的错误 那也是我们自家的事 轮不着你在这儿说 那你帅我只能汾到你 优优独播剧 foundation 什么事 让我闪了 为了 我 知道了 他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二十啊 立刻带珊珊来老宅一趟 我希望等我回来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手机给我 你现在也不需要这个 阿欢 阿欢 来了 从现在开始看着他 把门锁着别让他出去 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该怎么解释 说承知哥强望我 盛世一定不会相信你 对不起 盛世 我欠承知哥一条命 我不能伤害承知哥 好 好 好